昨天马斯克在X上发文宣布 第一位人类患者昨日已经接受了脑机结构公司Neuralink的植入物 目前恢复良好 这两天全网都在说这个事 但感觉都没说到点子上 我将给大家带来最重磅的解读 去年这一年 所有的炒作都集中在了ChadGB上 人们似乎忘记了Neuralink 但他从来没有闲着 并且在疯狂进化 画面上是一只植入了Neuralink大脑芯片的猴子 用大脑玩乒乓球游戏的镜头 已经很吓人了是吧 更吓人的是 如今这个猴子可以娴熟的坐在电脑面前 在软件盘上打出 Can I please have snacks的文字了 似乎在脑子里植入了Neuralink之后 猴子不光会用意念打字 甚至还读懂了英语 之前已经在老鼠猴子猪等上千个动物身上 做过脑机接口实验了 这次终于接到人脑了 到底意味着什么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写的十条预测 一条比一条诈 尤其是最后一条 第一 医疗能力爆炸 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被用于精准的调节大脑化学物质 治疗抑郁症 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甚至在更高级别上控制和优化人类的情感 第二 超感官体验到爆发 人类的感官和认知能力可以得到增强 例如可以直接从大脑接收和传递信息 提高记忆力 甚至可以实现思维的直接交流 类似于心灵感应 知道马斯克起名的原因了吧 人们还可以通过脑机接口体验其他生物的感觉 比如鸟类的飞行感 海童的声大感知 甚至是其他人的情感体验 还可能能够通过思维直接进入虚拟环境 甚至感受到虚拟环境中的触觉 气味等 你可以闻到味的手机 终于可以实现了 三 艺术家可以通过直接操纵观众的感觉和情感 创造全新的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可能超越了传统的视觉听觉艺术 达到一种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甚至观众可以通过脑机接口 直接体验艺术家的感受 四 学习方式可能会彻底改变 信息和技能可以通过直接的大脑上传下载来学习 极大缩短的学习时间提高效率 我们还需要上学吗 五 人工智能交互 与AI的交互将更加直接和深入 人脑和AI系统可能实现更紧密的协同工作 从而推动AI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六 集体意识的出现 人们的思维可以通过脑机接口互联 形成一个超级网络 类似于集体意识 这种情况下 人类的知识经验和记忆可以共享 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和集体智慧 七 时间旅行体验 通过脑机接口 人们可以模拟并体验历史事件或未来世界 就像亲身经历一样 彻底改变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感知 八 星际意识传输 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 可能通过脑机接口 将人类意识传输到远处的太空探索器或机器人中 以此来探索和体验遥远星球和太空的环境 九 新的生物进化路径 长期来看 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引导人类走向一种新的生物进化路径 人类可能会逐渐变为半生物半机械的存在 拥有远超现有认知和物理能力 十 意识上传 上载新生 人类的意识或记忆 可以被上传到云端或其他载体 实现某种形式的数字不朽 这可能导致人类身份和生命本质的重新定义 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人类的新阶段 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将彻底失效 谁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我是彭克舟 在瞬息万变的AI世界 为你领域